你不能献大众 不能够献一切灭 不能够担当决体的出入相 你那个叫不动如来 你那个叫死急 那根本不是不动 是那个大决心底中的根本不动 所以你能够担当这个心中的 本来的繁星处 那是大唐 所以那个大唐中 我不是讲历史 但是你会发现历史之中 明明之间就有这个名字 在那边安排布列 那个大唐的最初的开国皇帝 叫李世民 世民者 世者交替意 民者大众意 他可以随缘交替 一切万种 你能够在决体上面 担当一切大众的显现 就像阿处一样 他站在不动中 能够在决体的出入之中 担当一切大众 这个叫什么 你站在决体 看到一切众 叫真观之之 你站在这里 一切万民为你所致 你站在决体 一切变化都为你所致 你站在禁体 千变万化 他都不会超越你的律仪 叫真观之志 这叫大唐 所以你要在 要听原诀 先要在决体的大唐 如是能够交替万民万法的 这一点上 启程正观 启程大照 然后念念之间在哪里 在中南山 中者是最必尽处 必尽为中 南者千和 南方有千和意 为什么 北上南下 这个全世界都知道 是北上南下 这个过去可能没有什么 过去的祖先 互相的中外沟通 彼此之间流通意识 不用 全世界不管是西方东方 不管是古今中外 都知道北上南为下 下者就是千和处 千就是千卑处 所以下者也如火 火是赤神像 为什么在火中能够讲千和 是讲至赤神的千和 赤神处 所以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一路难行 一个行者想要真正正得心中的道理 虽然道理都已经清清楚楚了 那念念之间 至诚恳切 在这个道理上面不断的反复思维 就叫做难行 那念念下心 就是把身心投入 下心研究 因为下心固 所以在一切法中能成千和 叫中南 就叫中南 这个中南山 山就是累巨像 你就在这个根本必尽的心中的千和处 但你要讲清楚 我说的难行 因为是一心所限的四方 东南西北都是一心所限 你在行者在下心处千和之中 念念难行时 他得的是什么 是上智人 我虽然下心求法 就是念念之间千卑求法 你将来获得的是上智人 上智在哪里 在北 你往难行 将来正得是智人 所以才有文殊势力 伸手过一百一十游巡 磨善才定 你到了一百一十游巡 五十三餐是一路难行的 最后跟大智相接 所以自然在南下之处 自然就是求北上之治 在北上之治当体 你正的就是东方的 所有一切清明的大照 当你能够正得正得 如是东方的清明大照 你念念之间都在哪里 在你必尽的归隐处成就 那叫西方 所以一心的四方 随举一方 他能够闲聚四方 但是行者那如何先要 闲聚四方 他要先取一方 先取哪一方 行者但都先取南方 南方者千何意 我讲的是行者 你千万不要说错了 师父你不是外面都说 先要去投往西方吗 往生西方吗 我说的行者发心先取南方 因为你想取南方是千何意 是行为之中的千下意 那是南方 那你南方的念念成就 我发愿将来南方中的千何念念成就 将来让我正得根本本来的面目 无量寿无量光 那叫做往生西方 这些东西不要搅乱了 搅乱我要去西方 因为南方我都不要了 这是事情痴人讲话 怎么是一心说话 一心四方四方 讲西方之时 你要知道他就具足东北南 讲南方之时 你就要知道他将来必定成就 东北南东北西 所以你要去西方的人 你要不要念念千何下心求法 要去西方的都在南方下心中成就 所以他在一念之中的去向之中 他能够用动到四方 全动四方的根本功德 这才叫做不暧昧一心 不然你会发现世界人所说 直的那些方方面面都叫做着香 都叫做着香 更何况方无定方 你看到西方之处 太阳在西方落下去时 他方众生正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 所以太阳西沉之处 就正是太阳东升之时 这个大家没有意见吧 你们常常出国对吧 这边已经到晚上那边叫天亮 没有没有错误吧 所以谁正到根本西方的极尽处时 他就是什么 就是根本将来东方的大照 现前处 那叫消灾严寿 钥匙流离光 你要是根本不知道 现前的极尽 本来心中的根本无作的亲近 那是西方 你也就根本没有办法担当将来大觉之中 随缘普照的流离光 所以要念流离光 佛如来明子时 八大菩萨先接引西方 为什么先接引西方 你要真正能够真正正得 东方大照之中的灵明不动 你要先修根本的极尽的无量光 无量寿 你现在三页都还不亲近 你怎么能够知道大照了 随照都剁 你根本不知道大照 所以看到无量光时 就是正得消灾严寿流离光处 所以消灾者破案 破案者无量光 严寿者是从在一切法中 都是如是心中之所成就 一切性命都是决心之中之所赋予 他所有的生命感 都是决心在赋予他的生命 时间的长短 所以叫无量寿 所以消灾严寿者 无量寿 无量光是 这你才能够明白一体中的圆明 在一体中的圆明中 你也不会混乱 所以你才会知道先修西方的极引 但是你也不会执着 所以他将来必须于四方的成就 所以到了西方 西方真正阿弥陀经中讲 到了西方以后 每当清淡各以一格沉重鲜华 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什么意思 你只要到了根本心性的极进处 每当清淡 清淡是什么 决心作用处 决心作用处就叫清淡 淡啊 太阳现前在一 从来不是二 那个淡 但是你从此以后发现 那个心中的绝躁 再也不是过去的流转 执着染着了 那叫清明 每当清淡 每一个决心 每个念头的发现处 在哪里 都是在供养一切崛起时 在建教建觉 在文教文觉 建觉文觉都是种种佛名 都是决体像 可是你站在如是根本心中 极引的智慧里面 你每一个念头的启程之处 你都在供养 所有一切诸佛 那叫做各以一格沉重鲜华 为什么 你这一念心 从来心中所福的是一 外线的律仪是格 所以格字是一个一 一个戒律的戒 心中所福为一 外线律仪为格 那念念都是在 如是决体之中 看尽一切决心的 所有一切 庄严变化 叫做沉重鲜华 哪个不是你大决的开发处 供养 他方 这个极引 你现在住极引 可现前的就是什么 就是种种作用 那叫他方 你为什么能够供养他方 因为你已经知道 自他根本圆融 所以你才能方便立他 凡夫根本不知道 自他圆融时 你但说有他 都叫流转 这叫自他圆融 所以要供养他方 十万一佛 即以实时 还到本处 你看到决心的作用 都是在哪里看到的 就好像静体 你是看不到的 极引象 在哪里看到 就在每一个色 供养一切色 现前处 就要他方 十万一佛 现前处 就是决体 都是决体 但是你在这样的 种种变化的决体作用 向外 供养的作用中 你只要知道 它原来就是什么 就是根本大决的心性 所摄取向而言 你只要在这一切作用之中 你要知道 它其实就是 静体的色 静体根本 静性的摄取向 叫做实时 你只要思维是实时时 这所有的作用 它马上就感觉 就在一处 欢归本位 所以哪个经典 是跟你讲天方夜谭 他就讲了心中的道理 你放 是千变万化 种种功德 向外留步 收 你就知道 原来就是心性的作用 全归一处 这个心性的作用 就是实时 欢归本处 不是跟你讲说 听到吃饭打板 大家都回来了 对不对 你要都回来了 那佛就跟你讲说 仁者是求法来 还是为实来 所以你要真正懂得心性是 一切经典 摊出文字 全都是什么 心中的图腾 所以讲到 钟南山也是如此 草堂式 草是什么 草是一切万物史创 万法史创 叫做草 起草起草 万法最初史创史 为什么在这边 要讲万法史创 就是你不要 跺在法末 你要在任何的感受之前 你要在最初开始 初心上面去见 初心上面去见 刚好我们刚刚讲到 每当清淡 这就是初心 决心 每个念头 最初现前处 镜子最初照射处 镜子最初照射处 现前了以后 众生就躲在色末 他马上一插螺 你就到色末了 聪明的人是在 一切色的末梢的 那种浓厚的夜感之中 他体会的是什么 镜出 镜子的初心 这就是行者的用心 用度思维不同 这个叫做 这个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叫做打破心意识 完全打破你过去的心意识 重新组合 你们大家都会电脑 把你们所有的 以前的系统全部洗掉 重新灌 重新组合 佛说是人是真忏悔 是真精进 那个不是用世间法中去体会 所以汉传佛教 不同于一般的世间小法 大圣佛教 所以在这个草堂 最初史创时 你要念念之间 能够站到一些万法 最初史创处 堂呢 堂是当阳之语 在史创当下 你不能随感 随感叫做复阴 感觉叫做阴 随阴 是阴流转 叫做阴 阴就是头阴 头往 随感是复阴 你要在一切感觉中 你要站在谁觉的感觉 就像我刚刚讲 在之中 你要永远不要忘记 谁在觉知 那就是智 在之中 你忘记了 根本觉知的那个智日 你就一定落在 之中的变化 你就被之所束缚 就在这一念之间 一刹罗中 本来就在一点上 你看错了 就流转 你看对了 他就是菩提 至于 三鹹 一 二 三 三